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调理甜面包 柔软拉丝,口感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厨制机中加入200克高筋面粉 25克白糖,7.5克鲜酱母 13克链乳,30克全蛋液 110克纯牛奶,启动厨制机先低速拌匀 再转高速打成醋沫的状态 再加入2克盐,20克黄油 继续启动厨制机,先低速拌匀 再高速打成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 盖上保鲜膜放烤箱发酵至两杯大 形好的面胚 拿到容面垫上按压排气 把它大小平均分成六等份 在案板上依次滚圆 取一个面剂给它擀成牛舌状 给它翻个面 底部扒薄 上面放上一根香肠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给它整理一下,给它大小平均切成五等份 摆入圆形纸托中 全部做好摆入烤盘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1.5倍大 形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放上点甜玉米粒 挤上一层沙拉酱 上面再放上点芝士碎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90度,下火180度,烤25分钟 中途上色买意,记得加盖锡质 麻烦 哦 感谢观看